哈嘍,不要來啦 今天要來介紹這一盆 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但是不重要 今天要講的是蟲害 看一下這一盆 沒有發現它長得很奇怪 爛爛的那種感覺 我們先看一下 它有什麼蟲害 翻開來 首先會看到這邊的泥土 這泥土都是這樣子 鬆鬆軟軟的 它會浮上來 然後你還會看到 對一下腳 看到螞蟻在爬 找一下 看這植物的底下都是被 螞蟻做窩 看螞蟻 越翻越多了 有螞蟻 之前阿比有講過 如果發現有螞蟻 在裡面做窩什麼的 代表什麼 這裡面 已經變成 螞蟻的農場了 所以代表 這隻植物 在 它的葉子 這裡面 一定有一些 粉絲或戒殼蟲 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白白的 粉絲 這隻 看到嗎 然後這一團 這都是害蟲 螞蟻在養牠們 來這邊 我拾隻這裡 這一個 這隻就是 粉絕 好 好 那 阿伯等一下會 把這整盆 倒出來 順便看一下 它的根裡面應該也是有很多的 粉絕在那邊 好 現在把它倒出來 好 看一下 裡面很多什麼 螞蟻 有沒有 裡面已經變成漁窩了 開始逃竄 好 滿滿的螞蟻 你看下面 都在爬 爬到手上來 好 你看很多螞蟻 這個時候 好 那一罐 沒有業配 我習慣用這個 分一下 稍微處理一下 好 好 好 那過一下 我們再來 做後續 把土 弄開來的動作 好 那目前 阿伯 我稍微先挖了一下 但發現 其實 下面的根 沒有 接殼蟲 或粉絲 附在上面 那 主要他們 寄生的地方 都是在 筋部的底下 靠近泥土表面的地方 來這裡 看一下 好 這裡 就是這個 這個都是蟲 好不好 好 一隻一隻 肥肥的粉絲 好 招起來看 好 它就這樣子 好 寄生的地方 會這樣子 像棉絮一樣 一團一團在上面 好 這裡 好 再捏死就好了 好 所以這一盆 等一下會直接 朝它的 筋的底下 這是接近 圖表的地方 直接給它噴藥 好 它順便 螞蟻也殺一殺 你看這裡 這一塊 唉唷 看到嗎 好 這個都是蟲啊 這是螞蟻在養的 好 這裡面 越靠近中心 這種越密集的地方 它躲得越多 就是這裡 這裡都滿滿的 好 因為它 大量寄生 導致這棵 植物 就長的這樣子 然後 稠稠的這樣 好 那等一下阿伯就會直接 給大家噴藥 噴完之後呢 好 就直接把它 再種回 原本的盆子裡面 剛一樣齁 朝中間去噴一噴 記得 做這件事 在室外做 不要在室內 因為 殺蟲劑有毒 人體吸道也不好 好 大概這樣噴一噴就完成了 那過幾天 再來觀察 好 這些蟲 是不是都還在 通常 會再噴第二次 因為多噴個幾次 才能確保 第一個 蟲 殺死了 第二個 還有蟲卵 也殺死了 最主要的就是 螞蟻 要想辦法讓它消失 不然很快的 他們又會把這邊 當成他們的農場 下一批的粉絲 後接客蟲 很快又會住進來 永遠會清不完 OK 那今天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有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方留言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掰